双溪人口老化严重 而志工们通常年纪也都在65岁以上 且现在的志工年纪越来越大 体力上也不堪负荷 对此双溪区公所也每年招募心血 并就近开班授课 让不少新人加入就轻松上手当志工 双溪区在步入高龄化社会之后 我们的志工人口也随着年龄增长 很多志工陆陆续续就退出服务的行列 今天我们开办的志工教育训练课程 就是为了吸引有心血 教育年轻的志工加入这个行列 今天课程相当特别 是透过台北一大的网络视讯的课程 让我们的志工能够不用着手劳顿 到四五去受训 也可以在时间的选择上更灵活 双溪区公所表示 为鼓励有意投入志工行列的民众 公所就近举办志工训练课程 包括志愿服务法规认识 志愿服务内涵及伦理 志愿服务经验分享 让民众不必揪车劳顿 就能赶快将志工服务内容驾行就熟 那课程内容包括 今天主要是社服务的志工 包括我们的基础训练跟特殊训练 包括有志愿服务法的规定 还有志愿服务法的内容跟伦理规判 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食用的 食物的心得分享 他就是都很积极在推动 这个我们新技力的发展 他就像刚才所说的 李长是一身手而已 总是要很多人帮他 既然李长有需要 他就说如果也可以的话 他有需要的时候 让我们来去帮他的忙 我们就想说也退休 夫妻党旅武天先生和林宝钗女士 是今年加入的志工队新成员 两人不约而同的表示 看到李长积极认真的对待 每一位李明受到感动 因此也希望自己还在 有能力和体力时 可以投入志工行列 一起服务关怀地方 做一个守心向下的人 尤其能够夫妻两人 共同参与特别有意义 借成为双西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